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给大家收看桑王达顺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那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SRI联赛总决赛的比赛 那么VG狗对战Liquid BO5的第三场比赛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A VG狗这场比赛一上来是搬掉了德鲁伊和卡尔 Liquid搬掉了人马和小强 而VG狗一手是抢了一个剑胜 这样的话Liquid是拿出了小精灵和兽王这两个英雄 那么VG狗得势前两手直接是马格纳斯加剑胜 也是在最近的比赛当中他们打得非常不错的一个组合 Liquid的第二手是掏了一个兽王出来 三四手的搬人方面VG狗搬掉的是Crokey的拉比克 还有还有一个戴泽 针对了一下KKY的这个点 那么KKY这个点Liquid是选择给他拿了一个Lion 三四手方面搬掉的Fresh的蓝猫 还有一个霸气的小狗 防止你打这个马格纳斯加剑胜加狗的一个组合 也是这两天VG狗打得非常多的一个套路 VG狗第三手拿杀王 这个好像已经是他们这个套路的一个定势了 Liquid这个阵容好像在昨天也出现过 我记忆中好像在昨天也出现过这个套路 Liquid在第四手上拿出了火猫 果然是一个小精神加火猫的一个套路 这样的话中单的位置为这狗怎么办 选择先拿一个分队的术士 先掏出一个术士 最后一手这个Liquid其实现在他不太好搬人 因为现在VG狗最后一手有可能拿中单 也有可能拿到一个大哥位出来 交给这个中单的菲萨斯去打这个奸胜也是有可能的 菲萨斯的中单英雄这场比赛 就最近看来他现在的这个中单英雄好像被搬的是差不太多了 这场比赛VG狗打一个小哪加一中单位的可能性不算太大 所以应该不用考虑去搬掉小哪加 菲萨斯这个选手我也没见过他用炼金 所以这样比赛练剑应该不用去搬 如果他会打练金的话 其实练金这场比赛是一个选择 最后一手VG狗的搬人 主要是搬一个对方的强后手英雄就可以了 让他的剑胜加马格纳斯能够打的效果比较好一点都可以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Liquid的这个阵容现在差的是一个大哥位 大哥位拥有强后手技能的其实并不多 Liquid的最后一手是搬掉了一个TB 觉得你是一个中单的剑胜 不知道这个不怕这个选手是不是还有信心在这个职业圈继续打下去了 不怕这个选手现在真的是哪个队伍离开他 哪个队伍的成绩就是突飞猛进 哪个队伍有了他的成绩就是一落前掌 VG狗最后一手的这个英雄选择是搬掉了小鱼拿了军团 这样的一个套 军团 军团这个英雄比较还是比较需要前期积累优势 最后一手Liquid果然是给马图巴巴拿出了一个水人这个英雄 打出水人的话那么前期的节奏交由Lan 兽王小精灵加上火猫这四个人 而且讲比赛Liquid这个这种的强点控和强点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在有兽王的情况下你一抢尖胜 对方直接拿出一个兽王去针对你这个尖胜 也是明显是有备而来 Lan也是为了针对你这个尖胜去拿的 就是你的尖胜的转只要一结束 我的Lan的大还有兽王的大招的吼 以及Lan的各种爆发水人的爆发都能打到你的这个尖胜身上 这个尖胜配马格纳斯如果没有小狗的一号位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 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在于 你只有一个输出点比较容易被对方给针对掉 好 我们看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分人方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ROTK的一个马格纳斯 那么分队的树是Frez的坚胜 然后霸气的坚胜 Frez的这个军团霸气的坚胜 还有FY的杀王 Legade的这边是KKY的一个Lion GH的小精灵 Miracle的火猫 Matic Control的兽王 和马脱巴们的水人 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水人这场比赛选择的也是一个满属性装出门 这是最 遍体精灵能够买到的最多的属性装 然后两组吃素 然后是两组吃素 这场比赛没有选择用中单的坚胜去打这个一号位的小鱼 应该还是中单的位置上Frez的英雄池所限 我估计可能他的一个中单剑胜不是打得很娴熟 或者说他们在这个正式的比赛当中 这个点没有经过这个正式比赛的一个 还没有经受过这个正式比赛的考验 所以还是有点缺乏自信 另外一个就是军团在中路去打火猫的话会好打一些 军团的这个驱散是可以驱散掉火猫的一个捆的 火猫的捆的技能是一个只要是驱散就能驱散的一个技能 而军团的这个T是一个强驱 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所在 另外就是军团这个英雄在前期体格比较好 而且有一个被动的情况下呢 可以适当的站在兵队里跟你这个火猫对A一下 你什么时候给我捆 我什么时候给自己加T 然后你的这个火盾在如果周围兵多 而且有小精灵的情况下 我可以用一个压倒新疏室 如果等级跟你的火盾同样的话 有可能一个压倒新疏室直接破火盾 就是在你有两个英雄的情况下 军团这场比赛要说B端的话 比较大的B端是这个中后期相对来说乏力一些 他的输出完全要依赖大招 没有大招他就没有任何输出 团战方面 VG比较仰仗的除了这个马格纳斯以外 就是马格纳斯坚胜 这两个点以外就是杀王的这个大招穿三连 所以这场比赛团战的点上来说的话 VG勾是占一些优势 Liquid这个阵容必须要在前期对线打出优势来 否则他们这个团战其实没有 没有必胜的这个 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个团战 他们只能是在前期打现优 打出现优来以后 然后依靠这个小精灵带着队友去不断的游走 依靠兽王和Lan两个强节奏点 然后小精灵带着火猫四处去杀 给这个马头八万争取一个刷钱的时间和空间 那么在水人成型以后来跟你打正面团 跟你刚正面团 或者是还是利用这个强秒人 还是利用这个强秒人的能力接着跟你打 Frez这波有可能要被捆一下 这捆一下加一个铁要死 Frez这波要被点杀了 诶 这波好像 好像还死不了吗 还死不了 Frez这波是等到了对方Miracle这个火盾消失 自己是依靠身上的这个补给硬生生撑过来了 这样的话选择去吃一发圣坛 然后再回到线上继续发育 还可以 挺危险的这波其实 这个军团这么打 看一看这里一个波 这里一个波上来以后 马头八万这个水人自己的状态其实并不是很好 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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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兄弟上路 上路这个兽王是被对方兼胜加上这个数字耗了一波 不过兽王初始体质比较好 也不是很好杀 现在中路的补刀方面这个军团的补刀是16刀 火猫14刀 Frez的这个中单的军团在补刀方面倒是还没有暂时来看是没有吃什么太大的亏 这场比赛从技能和这个出装的角度来说的话 Miracle的这个火猫肯定是甲腿林肯 水人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要做虚灵刀 所以团战的时候剑胜的这个无敌斩 你别第一时间给到对方的这个军团身上 别给到第一时间给火猫身上应该问题不大 决斗的话可以让对手去破一下林肯 破林肯最好的英雄应该是沙王 沙王的技能没有抬手他可以秒破林肯 秒破林肯的同时可以把对方其他的人穿刺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军团过去把这个人决斗住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军团这个决斗有一个弊端在于就是对方这个小精灵怎么办 小精灵有可能会看你决斗谁我就救谁 直接往后一带 你这个决斗一取消 然后呢我们再转回来再给你打第二波 这样的军片如果出现的话对于VG狗来说就不好打 不过我觉得佛莱斯既然可以顶着对方的这个 他既然敢顶着对方的这个小精灵要拿这个军团 既然能给他拿这个军团出来 应该我觉得还是贝尔 这里下方给上一个穿刺耗一波 满团伴们这里稍微转了一点点的力量 先上现在的补刀数是35-20 这个反补反的非常非常的多 上路目前来看一下经济情况吧 五分多钟 现在是剑胜经济第一 火猫第二 水人第三 达莱斯是第四 中单的这个军团的经济稍微有一点点差 这里水人过来打一波 然后踢盖 这里一个冲走 被对方给了一个羊 F1 看一下F1 给回头再给一个波 这一波Liquid的这个击杀没有能够成功 其实对于Liquid来说很亏 这波Liquid的这小精灵支援过来以后 并没有能够成功的成功的击杀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波浪形弹 还是成功的击杀掉了一个人 但是F1这里是换掉对方的一个小精灵 F1要干嘛 F1这里要干嘛 F1这里要干嘛 换掉这个小精灵的话 不算赚 不算赚 反正自己死的毕竟是一个三号位 而对方死的则是一个小精灵 不过最起码给出对方一个信号 就是不要轻易把我这路当软柿子捏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让对方认为你这个下路是一个软柿子随便捏的话 对方的小精灵就没有没了都会过来骚扰 你制裁他一波 他下回过来的话就要考虑一下 另外就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你三个人杀对方一个人 和对方一个人反杀你一个人的这个经验的差距 下路LTK应该说在对线的这个细节方面 做得还非常到位 他知道我不能被你这么白耗血 你给我一套技能我就得给你一套技能 反正我的技能比你的技能省蓝 上路的尖胜现在发育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尤其上路对方的这个三号位兽王 没办法给对方尖胜加上术士的这个组合 任何的一个压力 而且这场比赛术士选择的是一个主致命连接 然后负地点这个回血暗炎术 一会等到这个术士到6了以后 等到术士到6以后这个兽王其实挺危险的 从地图上的这个视野来看的话 兽王的这个鹰放的位置都不是特别的远 这场比赛在前期的这个视野做的比较凶 应该还是想在前期他确实在前期需要把这个优势积累出来 前期积累优势积累不起来的话 这个满头万万的日子就会比较难过 必须要打现优 他这个阵容 因为团战本身都不好接 你这个阵容要跟对方这个阵容要比团战的话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会被对方打成一个三换五到二换五左右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完全没办法去跟对方去开正面团 他其实这个剑阵这里给一个波 剑阵一个穿刺 剑阵开转 一个马格纳斯的大招给上来以后 这里马图巴曼这波应该是有可能要死 因为没有蓝了 这里一个波 看到了Miracle 看到Miracle 这个Miracle怎么说 给无敌斩斩死 漂亮 这里马图巴曼还是蓝不够 FY这里摇定摇一个大招把你吓跑就行 把你吓跑就可以 这里马变体精灵还是不够蓝 还是不够蓝 两刀直接剁死 nice 这里Crokey 来这个又送了 而且还送了一波攻击力 这波买一送三 这个不错 本来就想杀你一个水人 你非要火猫支援过来 火猫支援过来 火猫支援过来以后 小心因为跟上的话 没有持续的一个补给 而且火猫过来以后 第一时间被对方定在原地 被斩死了 然后水人自己转属性 转了太多的力量出来以后 导致没有蓝去放波浪形态 吃了一发魔伴以后蓝还是不够 这波赚大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肩胜的经济 瞬间是领先了对方这两个大哥 1500以上 那么 人都是说来到一个4比1 火猫的经济呢 也是被打断了一波这个节奏 看一下这波这波远古 这个肩上加上马甘纳斯两个人 套上这个兽力量 有轻远古轻的也是飞起 Frezl的装备还是选择的相位 加上一个臂章给决斗 这里直接一个大波给上 这波有可能打不死 这里推一下直接飞走 沙王的这个穿刺跟的稍微慢了那么一丁点 还是硬 这个火猫的前期还是有火盾满击火盾的情况下还是硬 这个火猫回家补一波以后 传回来气势汹汹地传回来 想要去搞一波事情 但其实这波他搞不动这个事情 现在 现在这个火猫身上的装备 只有一个草鞋加上一个天鹰剑 这车装备 现在想去搞事情的话 必须要有小精灵跟着 雪儿的经济现在已经是超过了火猫 但是坚胜的经济现在是5700 而且好消息是军团的经济也赶上了 马格纳斯的经济 ROTK现在这个家 我感觉他的经济完全不需要人 很担心啊 这个家的经济现在好 真的是好 这个ROTK现在保持经济的能力 这个火猫做出夹腿 下入装备 果然是夹腿零层 还是比较固定的他自己的一个套路 诶 这波破误 这波破误 KROKE上来以后插眼的这个动作 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 有意识到的话 应该要考虑在这个附近做一发睁眼 这场比赛 对方KROKE的这个眼位置 做的是挺拼的 这果然是意识到对方过来插眼 一个睁眼放下来 这样KROKE的这波开悟插眼的动作 浪费了一个悟不说 还浪费了一个假眼 而且这个假眼 刚刚插下去 什么信息都没有得到 就被对方给打掉了 霸气这个地方 因为自己对手给上一个暗炎术 所以是没有去浪费自己的一个转 其实可以开一个转 开一个转 稍微耗一耗 还能把这个火猫吓跑 这里兽王 吼住 小精灵 带着火猫飞过来 给一套爆发 能能秒数是反大压住 砸了一下 但是Miracle正好一个 正好一个无印拳 但自己被剑上无地产斩死了 最后分队的这个地狱火 一拳都拿到了 Miracle的这个人头 像Miracle这一波 小精灵带Miracle飞过来支援的一波 那也是被VG龙非常快的一波TP支援给化解掉 虽然说自己交掉了一个中单的军团 但你交掉的是一个中单的火猫 相比之下我还不亏 我还是不亏这一波 兽王这一波是拿出来自己的死灵书 加上一个真眼 是跟对方拼了一波眼 拼了一波真眼 在这个真眼的对号之中 还是Miracle的占优 他拿着这个召唤生物去打 这确实没办法 87这里立出棒子来 接着推 接着推 上路这个一坦没上多少血了 这波肯定上推 沙王穿刺 留住Krokey 这里萌麻大招大三个 波浪形态沙王大完美团 ROTK 我大ROTK啊这就是 ROTK的一个大招 简直爆炸这一波 跳大招直接上这大三个 转到一起以后一通输出 比赛我还要TK爆炸了呀 我TK 我觉得中国队这帮 这帮老年人 真的是有点意思 之前那段时间 八岛在老肥昂的时候 八岛在老肥昂的时候的那个老肥昂 八岛的那四号位的什么 四号位蝙蝠 四号位谜团 六的飞起 老肥昂带着老肥昂那会在中国的 在中国的那个赛区里面 真的是一路披荆斩敌 神党杀神余佛党杀佛 那感觉这里跳刀穿刺 留一下吓唬你一手 然后现在ROTK有第二春了 这一波开卧 三个人那一波开卧 去找上路这个正在推打的兽王 来得及吗 关键是 这个塔刚刚推完 这个兽王露线了 兽王这种情况你还敢露线 杀王跳穿刺 给一个技能上来 决斗给上一波桌 直接给人给命加攻击力 Krogi这里想要给穿刺 稍微再救一下 但是好像也不是 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这里想要跳穿刺 FY 漂亮 Krogi也是又是 再次成为了一个买一送一的 那个后边的那个一 火猫搭上马托巴胺的水人 在下路找一波机会 但是87也冲过来以后 这里水人直接穿走 杀王又是跳刀过来想留 火猫赶紧往前飞 这样的话又浪费了一个魂 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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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穿刺没有找到 GH这里也是在这个树林里面 选择了TP 那这样的话 这波虽然没有杀到人 但是把对方下路 这波推塔给吓跑了 感觉知夏天 也需要质论 什么 温量 界asi 非常六 区空尔 虎貓這裡是反補掉了自己的征路儀塔 利怪的兩個人過去偷盾 獸王家水人兩個人是跑過去偷盾 你別說這波偷盾還真成功了 估計沒有人能想到這個時候獸王家水人兩個人跑去打盾 其實這一波偷盾就體現出來有一段時間獸王這個英雄特別特別受大家青睞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確實在你的這個打盾這件事情上對於團隊的幫助太明顯了 中路 中路火貓這個地方往後撤一波 FY這裡是穿刺了一下以後直接撲沙子自己的隊伍也沒有跟上給技能 然後TK這裡挑刀祕法下一段裝備準備去做推推 錢已經夠了 錢已經夠了 這裡殺王 殺王還一個技能 不過不用虛 FY竟然看到了這個水人 水人這裡直接波浪形態走 知道你看到你水人身上的這個大招的這個buff了 所以應該是不會再繼續玩命追了 術士的點金綠鞋 身上畫著一個真眼 87現在身上是相位加上一個分身斧 下身上被準備做調刀 軍團這場比賽其實很大的價值就在於他的這個無視魔免的點控 這個應該是軍團這場比賽比較關鍵的一個位置 只不過對方這兩個大哥這場比賽都是做林肯的貨 中文林俊博 中文他博士到彼往上放 中文他博士到彼往上放 中文巴西博士到彼往上放 中文他博士都會被按到 他獲得 中文他的冬他 火猫是一個意思,就是火猫在外邊流魂還有水人開了大招以後 你點他的這個英雄,在他的這個狀態欄裡邊會有顯示 這一波看一下分隊,在這裡給自己加上一個血 這裡小精能連過來,火猫過來收一個人頭 最後是被GH的小精能拿到了 看對方這個狀態欄的buff啊,對方狀態欄buff,對方能看到什麼你就能看到什麼 這個跟那會我記得有一期做直播吧 有期在直播錄視頻的時候,有個觀眾特別特別逗 他告訴說,躲天火的方法是看卡爾的天火CB 跟這個還是有本質的區別的 狀態欄的buff就是你能看見什麼,對面就能看見什麼 這波穿測,這裡被留住,給上一個決鬥 這波交人頭,拿到攻擊力 這裡中路馬圖巴曼開啟自己的一個綠杖 這裡被頂駕建上開轉,開出自己的幻象 一個波浪形態走,馬圖巴曼這波也是被迫開了一個大招出來 這波VGGO繼續去推對方的這個中二塔,上路的二塔這裡FY留人嗎?FY有沒有穿刺?FY有沒有穿刺?穿刺留住! 然後給被留住以後開引刀過來一刀直接秒 一個破影機直接帶走 水蛇的經濟現在已經是爬到了全場第二,而且是領先了這個中單的軍團領先了兩千多 軍團現在領先火猫並不是很多 團戰現在還是VGGO的一個優勢 而且現在VGGO有一個好消息是 他們在沒有被對方帶到太多塔的前提下已經把對方的六個外塔全部拔光 這樣也就意味著對方如果想出來帶線去牽制你的話 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把這個冰箭帶到你的塔下 看一下這波也缺天灰軍團的一個掃描能不能掃到人 還是沒有掃到人啊 這裡一個幻象啊!我的哥呀! FY這波真是被自己給騙了 下落的,下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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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遭遇了兩個人 現在我們也是看不到一些非常精彩的什麼跳刀,躲梅肯啊,塔下意識粉啊 這波上落的二塔也是被軍團給反腐掉 液體這場比賽要想帶球榮耀的話還是比較好帶的 因為畢竟他們這個陣容裡面強點空比較多 這波看一下FRAZ能不能及時撤退 另外就是這場比賽打到現在為止 這個眼位方面 由於更多的選擇是進攻眼位 但是這個兵線壓的不夠靠前 兵線壓的不夠靠前 所以也是導致他們現在 這個進攻眼位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誒中落中落中落的火貓被懟了一波剛才 這裡扔一個魂往回家走 繼續開始帶進牽制 軍團是先回去了 軍團這個沒有出跳刀 選擇出的是一把引刀 所以給上一下 但是這波感覺是有危險 這波感覺這個軍團有點危險 對方四個人在這兒 對方三張TB 挑刀 好穿刺 留住了一個小精靈 這一波留小精靈 這是個意識穿刺嗎 誒大招走了 還招死 給對方充足的準備時間 來決鬥拿你這個攻擊力 充足的時間 我來拿你這個攻擊力 給上一個穿刺 直接決鬥拿到攻擊力 軍團的攻擊力已經加了52點 再加上引刀的火影機 再加上馬格納斯給的攻擊力 現在這個軍團的 逐漸是成長起來一點了 不過這場比賽打到現在為止 其實對於Liquid來說 他們的戰術執行 還是已經算是做得不錯了 因為已經成功的 在24分鐘的時候 拖出來了這個水人的 林肯加虛靈刀 火貓的裝備其實也並沒有落後 這場比賽如果按照這個節奏 打一些的話 VG Gold前期的這個節奏 會被慢慢的磨掉的 你看他們現在這個經濟跟經驗 已經很久都沒有 很久沒有繼續扩大 繼續這個節奏保持下去的話 有可能要被對方 把這個節奏給拉回來 時間越長 你裝備就是同樣金錢的領先 優勢就會越小 然後一旦被對方找到一波機會 反打成功一波的話 這場比賽就很有可能 被對方一波打直接打崩 那些水人是衝過來以後 躲了一個軍團的壓倒行優勢 沙王這裡被對方的火貓欺負了一波以後 直接袖走了 現在你跟對方的火貓還有水人這兩個人 卻比著對帶線這個沒什麼前途 軍團這個英雄由於本身就不是一個偏刷的英雄 這波看一下可以加一個血 對方的這個小精靈帶著水人直接飛過來以後是強秒 你看現在這個局面就慢慢的要被這個 Liquid給牽扯回來了 VG狗在優勢的時候打的不像這個Liquid那麼果斷 Liquid是只要有了優勢我就抱頭跟你幹 但是VG狗總是想著我的優勢了以後 先是把你的塔把你的塔以後呢 然後控盾做視野壓制 然後這樣說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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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去慢慢的去上你的高地 就比較標準的一個中國傳統上高地的一個節奏 但是現在的這個比賽由於節奏比較快 而且你這個陣容裡面其實單抓的能力 還是集中在你的軍團這個點上 而對方兩個帶線的一個有影子可以傳 有一個幻象是可以傳 而且這兩個人都有林肯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想去單抓的話難度才大 所以他的師的把兵線一帶 然後一條路一直懟過 把對方的這個高地一破就完事了 對方如果敢跟你換 你就拆完這個一路高地直接要麼就轉第二路 要麼就直接就選擇去拆對方的基地 因為現在你還起碼有外塔的優勢 就是外塔的優勢在互換高地的時候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拆完你這一路高地以後 我可以直接拆你第二路 甚至第三路 但你拆完我一路以後 你必須得回來 因為另外兩路有外塔你拆不了 要麼就拆基地 但是拆基地 你跟我對拆基地 我絕對不虚你 我所有人都可以套一個馬格納斯的攻擊力 而你的主力輸出是一個法系的這種 也不算法系吧 就是這種現在還是靠法系輸出爆發的一個水人 和一個只有一個假腿能算得上是輸出裝的一個火貓 一定要算拆塔厲害的話 就是一個獸王還可以 但你肯定是比不了我這一幫帶著獸與力量的英雄的這個拆塔速度 對VG哥這段時間打的還是太保守了 而且這種保守是很容易給 現在等於主動全在對方身上 對方說打你 對方就打你 對方不打你 對方就代謝 而且對方這幫人全是飛鞋 各種飛鞋 加上影子 加上幻象 能夠滿世界的傳送 這波飛鞋有可能要是要被對方直接給懟了 這波感覺是要被懟了 這個獸王藏在這個裡面 鷹看見了 鷹應該已經看見了 RTG這個位置有一個真眼也看見了 RTG也被看到了 這兩張TP直接走 你看現在走 一直主動全變到對方審視手裡了 打的太不堅決了 威力高這段時間應該還是在想 只要繼續用自己的優勢去控斷 但其實現在優勢已經被磨掉很多了 這個優勢現在已經很久都沒有再增加了 而且對方的水人現在經濟已經基本成型了 火貓的裝備其實也基本成型了 這裡一個跳捆 這個眼是被對方給拔掉了 這麼突然的話不是好現象 這裡是放了一隻豬在這個地方 把你高地的這個真眼也給你排掉 視野方面 現在由於對方這個獸王的存在 也是被對方獸王完爆 正面團 現在Liquid肯定還是打不過 就5v5的正面團拉開架是乾 那肯定是還是打不過 但是Liquid現在這個牽制太額強了 他對於局勢的牽制能也現在體現太明顯 你看這獸王又是一個飛鞋來到下路開始帶 水人也直接上你高地開始帶 你讓你打盾 你打盾我就打你 我就上你高地 你兵線一直沒有能夠帶出去 也沒有任何主動去找對方的這種在線的人 就說你要抓對方的人的前提是什麼 是你一定要在那邊打起來了 那邊打起來了 劍勝無敵戰斬出來 但是這個傷害給的沒有什麼卵用 這裡直接是開啟一個轉 往回撤一波 樹勢的一個大招砸下來以後 好像是被Miracle的這個虹猫給嗅掉了 而與此同時下路 下路的高地 下路的高地 這裡Frez被對方乾死以後呢 Liquid直接開始拆下路的高地 正面團Miracle一個人是黏著你 不讓你回去支援 這樣下路高地被馬圖巴曼家 受亡兩個人帶掉 買活的一個Frez來到正面戰場以後 也是沒辦法去形成什麼有效的支援 Check比賽VTQ打的 不知道是累了還是什麼原因 完全把這個節奏是弄手讓人 可以說是 大氣這個地方 這個Miracle這波運氣很差 這波Miracle運氣很差 直接被打死以後馬圖巴曼帶盾 馬圖巴曼帶盾 這一波沙王給穿刺 這個穿刺好像是沒穿中穿空了 對方馬圖巴曼身上的這個林肯效果 並沒有觸發 這波自己也給自己一個 再穿測破林肯 往上追 對方這個時候的大招好像是沒有的 大招是沒有的 這裡有波浪形態往回走 感覺VTQ是不是體力出現問題了 我懷疑 因為VTQ今天是 我剛才在比賽開始就在說他們是一個連續作戰 但是VTQ之前已經是 養精蓄裂了很長時間了 這雞也被殺了 焰的心事 雞還被對方給殺了 這裡小精靈 到時間了 這裡連 飛走嗎 飛走了 這波下路 被對方耗光 這個比賽原本應該是自己的一個優勢局 就是在對方這個帶線 其實他早一點在對方這個陣容裝備成形之前 他去上對方的高地 然後牽扯對方回防 你牽扯對方回防 然後這個時候你TB回去開始帶線 把線帶到對方的半場 然後這個時候你再抱團準備抓人 這個是一個有效的抓人 但是這場比賽 你等著對方把線帶到你自己的門口 你再去找對方抓 人家早就走了 這是一個最負面教材的一種節奏 但是VTQ這場比賽不知道是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這個 在指揮上面 還有在整個隊伍的一個節奏點上面 就出現的這個問題很嚴重 對方這個陣容手高其實很弱的 現在的火貓不像以前 以前的火貓是出狂戰 狂戰 然後堆大炮 他手高的時候就是一刀 對吧 我衝上來就是一刀一刀就跳走 一刀就跳走 那沒準哪刀出一個暴擊 或者連續打著你三四刀 你這幫人就死去虛了 現在的火貓無影拳沒有多少傷害 這個火貓這場比賽 也是做了一個飛鞋 三個飛鞋就是跟你玩耐線 三個飛鞋加一個小精靈 這邊 跳大 打中央Miracle 但是Miracle這波你這個輸出不夠啊 你直接就傳走了 然後你抓了半天人 等 剛一開始在對方的裝備成型 等級成型之前 你不去抓對方的人 然後現在等對方的裝備等級都起來 以後你去抓對方的人 發現打不死了 正面團戰 你有術士 有馬格納斯 你這個完全不需要去虛的 這裡決鬥 給到Miracle 對方是給了一個飛鞋刀 但是沒有救下來 霸氣反應是比較快 直接是開啟了自己的一個轉 這也是的小精靈 這波飛走 往上路再飛 把你的人都吸引到上路去 那有沒有人在這個下路這等一下 有沒有人在下路這個等 在這個等一下小精靈這個點 有沒有人等小精靈 小精靈到船位去了 這裡殺一個獸王 殺一個獸王 小精靈直接連回到中路 那麼這樣吧 小精靈沒有死 擊殺到對方的一個火貓一個獸王 中路起碼你要逼一波吧 這個不過分吧 中路起碼你要逼一波吧這個 水池的經濟現在已經基本上趕上了噴這個尖書差不多了 團隊的經濟和經驗方面呢 現在經濟方面Liquid已經是反超了 這波打完以後應該是還可以再拉平 經驗方面VG狗領先一些 但是這個領先的優勢基本上已經可以忽略不忌了 劍霜裡邊拿到了蝴蝶 水则兒做出了冰眼 劍霜裡邊看 殺王破林肯 這個位置 對方也沒有浪直接是飛走了 殺王破林肯然後直接給決鬥 這是唯一一個擊殺的方式 要不就是軍團自己出一個能夠去破林肯的道具 他現在沒有沒有機會去出 準備去出一個天堂 視野被壓制這個是正常現象 這個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對方有一個三級出的獸王有一個小精靈 這個排你的視野是三分鐘的事兒 這個不算是問題 問題就是在於你在拿到場面優勢的時候 你場面上優勢保持了很長的時間 你場面上領先這個優勢 你從領先優勢 5000塊錢以上 大概是在15分鐘之前就領先了這麼多 然後一直到28分鐘29分鐘 接近30分鐘的時間 你領先了15分鐘的時間裡邊 你沒有去上對方的高底 然後一直在跟對方對著帶線 而且是被對方牽著鼻子走 你這個經濟的增長肯定就不如對方了 這裡看一下GH這個點怎麼說 這裡隨便是 唉呦這個地方ROTK還放了一個大 殺王的一個穿刺加ROTK的一個大招 是只殺掉對方的一個小精靈 這樣一段時間以內接團又不敢接了 正面團又不敢接了 正面團又不敢接了 這個陣容 沒啃是不需要的 VG狗這個陣容要什麼沒啃啊 有尖聖的棒子 有術士的奶 有軍團的奶 你如果這種陣容還要等到沒啃才敢上高 這個就有點俗得過分了呀 這裏定住 砍兩刀給決鬥 但是這裏還是被馬圖拉萬開出了自己的技能 啊舒服夠不夠 夠不夠 漂亮 這波成功的即殺掉了馬圖拉萬的一個水人 這波而且是劍聖拿到了這個人頭 這樣的話 此交比掌雙方大概又會瞬間拉開600到700的一個輕力差 但是對方又已經把這個兵線帶到了你自己的這個高地下面了 上不去啦 上不去啦 也缺這裡殺王留住對方的這個獸王 獸王開出一個大招來 開出自己的輸桌 直接把他怪單殺 數十大招砸下來以後 沒有砸到Milk的火貓 對方是一孔沒肯夾起來 這裡身上中了一個致命連接 ROTG 這裡看一下堅勝的無敵斬怎麼說 堅勝的這個無敵斬好像也是沒有能夠續上 這樣的話又被對方這幾個人直接給繡眉了 看一下分隊能不能來直接破一下林肯 這裡加鐵過來給決鬥 先秒Crokey Crokey這波被秒掉以後 這裡對方的火貓還在拼 被打出一個懸暈 被打出一個懸暈 但是這個傷害還是不夠 Milk的這個火貓現在等級太高了 帶線帶的很長的時間 22級的一個火貓 沒有辦法去打斷他的這個TB 除非運氣好到炸第一刀直接出暈了剛才那個位置 而且那是AD版A過去的 這樣才有可能打斷對方這個火貓 經濟和經驗方面現在VG狗還是勉強在保持著自己微弱的一個優勢 但是現在問題在於你這個 對方一直不給你機會開正面團 所有的人都在分開帶線去刷一堆飛鞋 而反過來看這個VG狗這幫人手裡邊 現在好像只有劍聖是個飛鞋 其他沒有一個飛鞋可以去防守和帶線以及幫助抓人的 這樣呢這場比賽的一個轉折點應該還是要靠堅勝 靠87的一個堅勝去出道打暈 出道打暈然後拼運氣 如果第一刀能夠砍出來一個被動暈 打在這個火貓身上的話 那麼這個火貓還是可以殺的 對面這個陣容其實輸出點比較少 火貓如果死了的話水人這個裝備 他要想靠站在正面對方對面硬鋼的話 他其實很虛的 他保證血量就沒攻擊 保證攻擊就沒有血量 然後呢被對方的這幫什麼劍聖啊 什麼軍團啊馬格納斯的這個手力量 大招啊各種大肥臉 他其實是走不住的 水人又過來偷盾了 這裡看一下這個搶盾怎麼說 拖過進來直接給劍盜 先找你Crokey秒掉 秒完了以後 大招定住兩個人殺王接穿刺 推回來以後直接幹死GH 水人這裡給自己一發虛靈刀 在一個波浪形態加上 TP留不住了 這波留不住有點虧 但是此時對方在中路 又是推到了你的高地上面 迫使你必須得要回防 獸王這波也是沒有留住 你看這時候VG格又迷了 又不知道該幹嘛了 又不知道該幹嘛了 回頭打盾啊 回頭去打盾啊 你這個時候對方 你這個時候對方 火貓又跑過來拆了 你一個人打不過這個MIRFOR 你要被這個MIRFOR玩死他 你這麼打 MIRFOR根本就懶得理你 把你捆住以後 直接就強行去拆你的建築物 火貓這個給上一個物影拳 直接飛走 中路的遠程兵人又被耗掉了 然後被對方的這個火貓回來中路牽扯一波 拆一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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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對方的這個水人繼續帶盾 VG格這場比賽感覺確實打累了 他們今天 VG格他們在這些比賽裡面 好像就沒有什麼特別痛痛乖乖 說2比0贏或者輸的時候 老是打的特別的痛苦 就每一場比賽都打得很艱難 雖然說翻盤過來的話很精彩 但確實這種打法對於 隊員的這個體力消耗太大了 FY這裡一個推推 開一個沙子 正面戰場看一下 馬格納斯的技能給到 輸出夠不夠 MIRFOR這裡吃一發 他MIRFOR是吃了一個奶酪把自己給救下來 然後正面戰場這裡小精靈帶著水人 直接把中路的近戰兵也給拆掉 這樣吧 兩路高地高破 FREZ是找到對方的小精靈幹死一下 那是自己的中路高地和下路高地已經沒了 這場比賽我覺得可以給個五星推薦 雖然這場比賽VG狗肯定是輸了 但是這場比賽我覺得五星推薦不過分 絕對不過分 VG狗打得蠢 這個是雖然作為這個咱自己國家的隊伍 但是不得不說這場比賽力虧的打得漂亮 所以打出一個被動無淵 接著砍 林肯破掉 又打出一個被動無淵 開分身 接著砍 往前追嗎 不往前追了 先砍一下自己的一個幻象 自己被自己的幻象砍了這麼多錢 砍不過自己的一個幻象 沒什麼感覺 這分身鎖 躲掉對方的這個薰靈刀和便利攻擊 這波現在霸氣的這個手感還是在 霸氣的這個手感還是在的 這殺王過來以後看一下 肩身運氣不好第一刀沒砍出暈 他現在想殺對方的這個火貓的話 唯一的辦法就是第一刀砍出暈 然後後邊趕緊接技能破林肯 經濟和經驗方面 其實Liquid一直都沒有領先 明顯領先 經驗方面一直落後了很多 但這個比賽就是打不贏的 中國隊的戰術落伍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所以不是現在的戰術 中國隊的戰術落伍 中國隊的戰術落伍應該已經有三年了吧 應該已經差不多有三年了 就除了在TI4以後 可以說在TI4以後 中國隊的戰術就是 一直處在一個比較落伍的一個狀態 雖然說TI5中國隊的成績其實還是說得過去的 這已經打出了打掉了這個林肯 這裡被對方給上一個穿刺 水人過來直接打死你的一個OPK 你看對方現在水人的這個物理輸出也成型了 Frez選擇買活 OTK買活 這裡肩上在砍對方的這個獸王 獸王砍死了 被對方給上一個便揚 水人開始過來給輸出 你看現在霸氣已經站不住了 獸王這裡給一個大招 馬格纳斯想放技能 沒有放沒有放到這個很好的一個位置 衝回來幹死對方的火猫 和Krogate這裡火猫買活直接傳回戰場 水人還在 水人現在還沒有死 留好幻象 水人有沒有大 水人有沒有大 水人大招還有12秒的CB 這波沒有打出來被動 JH過來連上線一口大血 直接加回來半管血 然後再套一個骨灰 這波直接把血加滿了 結果財神最後一路高地 結果買活上高 這個堅勝 腦子很清晰 下來直接先秒秒00 馬圖巴曼 這裡高地塔高破 馬圖巴曼能不能直接砍死 還差一下 小盾 一個決鬥 砍到Miracle身上 Miracle這波買活死 水人應該是 幻象就在這個地方 要強拆你的建築物 下完了以後 開始模擬的遠程冥營 這裡幻象往遠拉 這裡直接傳走 秀的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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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獸王是跑到下路 把你這個小建築物也拔了一下 這樣還剩最後一個建築物 這個時候再想出去跟對方 榮耀一波的話 這個難度就有點太大了 你在對方的裝備成型之前 去跟對方鋼針面團的話 對面就算是跟你換 他拆的也沒有你快 但是現在對方的這個經濟裝備 全都起來了以後 你跟對方換就換不過了已經 Kroki也是被87的監聖直接帶走 87這裡也是做了一個大飛鞋 裝備確實太好了 沒用錢 32的一個監聖 這隊友網過帶 對方則是一個獸王 用飛鞋 飛自己的鷹 飛自己的鷹來到下路 繼續去帶 這裡馬兔娃曼 直接小精靈帶著 把你的這個高地兵營 強行給你拆掉 強行拆掉以後 這裡GH加了一個威光披風 進你的泉水洗一波澡 然後直接大招傳走 大招結束傳走 過來給技能決鬥 找到馬兔娃曼 馬兔娃能不能秒 能不能秒 小精靈強行給救下來了 這波小精靈連過來以後 開始過載 開了一個聖壇 強行救下來 然後這個時候 在家裡面獸王 是在拆家 87過來 把你的這個中路高地 給你拆掉 你早晨上高地 不就完了嗎 你再定一下 RTK這個技能 被對方反手 一個穿刺 殺王的大招 給出來 當大招給出來以後 馬兔娃曼的水人 這波被砍死 買活 再打第二波 這裡拆掉塔以後 直接選擇過來拆基地 但是自己家裡面 其實一直在被獸王 在拆 而且對方這幫人 拳動買活以後 小精靈直接是帶著水人 飛到了自己家裡邊 這樣的話 這個基地應該馬上要掉了 FH打出GD 那麼這樣的話 恭喜Liquid 在先輸一盤的情況下 是連班兩場 而且第二場比賽 也是通過一個 非常非常精彩的 帶線牽制 還有多盒帶線 以及去偷塔的 這麼一個流程 完成了這場比賽的 一個翻盤 雖然中國隊輸了 但這場比賽我覺得輸的不虧 起碼我們這場比賽 領略到了這個 上高地和推塔 這件事情的意義 帶給我們的到底有多大 好了 這場比賽就給大家做到這裡吧 也是非常可惜的一場比賽 沒有能夠拿下來 前期的優勢其實很明顯 而且這場比賽 他們是拿出了自己 最近勝率很高的 這個馬格納斯加劍勝的組合 仍然沒有能夠 把這個比賽拿下 還是被對方用一種 很讓人憋屈的方式 把這場比賽給打贏了 那麼好吧 這錄像就先給大家做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也感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我們稍微休息 以後給大家帶來 雙方第四場的比賽 我是三號大叔 我們一會見